胡州南巡石丛镇 杨河坝村的村民们 都分到了杨河坝新村的连牌 正在忙着装修 一栋栋连牌 白墙灰瓦 外观看着整洁美观 徐师傅 先带着记者参观了外墙 连牌的一整片外墙上面 好像打上了形状不一的补丁 接着徐师傅请记者 到他分道的新房里 徐师傅介绍 敲开部分墙体 正准备走线时 发现沙江有问题 他们记墙 你都不用的 端子好像方法一样的 盘最坏一样的 农民花了这么多钱 对吧 往是这么多房子出来 好 容易吗 露出的庄块之间 没有泥的 没有泥的 没有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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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没有的 你看 哎呦 我看 徐师傅几乎把半堵墙 都用手扒了下来了 砖头大块大块地往下掉 记者提醒他小心 那么墙体上沙江的牢固度 又怎么样呢 徐师傅掏出了一个 一次性打火机 徐师傅用一次性打火机的塑料外壳往墙上一刮 沙江就像粉末一样往下掉 镇里一位徐富镇长赶到了现场 徐富镇长叫来了施工单位的负责人 郭老板 记者把徐师傅刚才徒手拆墙的事告诉了郭老板 徒手拆墙 而且我问过他 他没学过工夫 你这个劳度怎么了 这个反正我去处理 怎么处理 我会搞车房那位处理 除了徐师傅外 别的村民也反映了自己家在装修时遇到的一些情况 比如整面墙的牢固度问题 铸体钢筋外露问题 此外村民们还反映 在建筑材料中居然发现了泡沫 吃墙用的泥沙 吃墙的 分墙的 你那是你们家的墙上就这个 村民陆师傅用塑料袋装了一袋子灰说这就是他家新房砖块之间的沙江 一行人又到了陆师傅家 陆师傅介绍本来想在大门所在的这堵墙上安一些构建 结果一敲就发现 砖块中间的沙江跟粉末一样 当时因为怕墙倒塌下来压到人 只好重新砌墙 又有一位村民拿来一截建筑材料 说里面是泡沫 哪里拿下来的 我自己砸下来的呀 这种装饰条 我的 有个三十瓶 这里面什么东西啊 泡沫 泡沫呀 这个三十瓶 连排窗户两边的装饰条 外表用油漆粉刷过 看着像一根柱子 但村民用砖头敲了敲 就把这种装饰条敲下来了 一看里面都是泡沫 用手一掰就碎了 那个装饰条是泡沫 这个本来是图纸上街 用这种的 因为我们图纸 按图纸工的 谁设计的 谁设计的 设计啊 哪个人会设计的 正常呀 那这个你问正常 纯粹是线条 是中文有的 否则规范吗 你说规范 它是设计标准 是做什么的 设计的标准 就是这个是允许的吗 有允许啊 有允许的 它设计的时候 是以什么标准来设计的 那么是做什么的 是以什么标准设计的呢 这个是什么标准 这个要开图纸嘛 开图纸嘛 图纸如果设计 是泡沫的这个线条 因为它这种线条 是没有结构 这个沉重的嘛 就要用清测的 就是有泡沫的也有的 现场的村民们都纳闷 泡沫不是易燃物吗 怎么能作为装饰线条呢 况且时间一久 外面的油漆一脱落 泡沫就会露出来 这时又有一位村民 拿出手机里的照片说 他家的沉重柱 连钢筋都裸露在外面 一行人又跟着这位村民 到他家的新房去 果然一楼的这根立柱 下半截钢筋是外露的 这根柱子是不是成重柱 徐副镇长和郭老板表示 还要请更专业的人来判断 他们目前无法肯定 现场不断的有村民 邀请郭老板到自己家里去看看 杨和霸心村的连排目前发现问题的有多大比例呢 村民们反映的沙江等问题究竟是个别情况还是普遍现象呢 下一步又该怎么办 沙中镇总共建安置房建了2580套房子 是七个村九个安置点 这个是其中一个 这个其中一个 这个是最大的 户数应该是有500多户 主要是85型的连排为主 还有包括125的 还有45的 农户需要自己出钱吗 需要出的 因为权一整支是拆旧的时候补偿了 新房子是以建设成本价来自购的 多少钱大概 大概在40万左右吧 一套 一套面积大概多少 268五型的 这个是主户型 在地85个平方的 徐富镇长介绍 杨和霸心村的几百栋连排交付后 最近村民们开始装修 在装修过程中陆续有村民反映问题 真正这个问题能整改的整改 然后后续再来看这个问题情况 那目前反映有这种情况的 有几户啊 现在我们还没统计 还没统计 今天我也是上午 他们拍给我照片了 有这些小的问题吧 就是这个粉沙的 这个气座的这个灰浆嘛 从结构上讲 这些问题的 才是没有反应 那下一步会不会请 那个专业的权威机构 来鉴定一些 开问题情况 确实大的肯定要 在一机构来鉴定 徐富镇长估计 目前发现的问题 应该不会影响 房屋主体结构安全 现场有村民质疑 这样的房子 当初是怎么通过验收的 验收是由哪些人员组成的 最后交房钱的验收 是称经济合作社 主持来验收的 那么主要是业组委员会 称民代表 然后我们陈建办也有能言 包括监理是无单位 陈建办是正理的还是市理的 正上的 正上的 正上的陈建办也在 那当时验收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们是通过合格了 徐富镇长介绍 验收的时候 不太可能去把墙体敲开 沙江的问题 没能及时发现 但既然发现了 就会要求施工单位 立刻整改 随后记者陪几位村民代表赶到了镇里 徐富镇长让工作人员拿出两大袋材料 其中有一份工程装机检测报告是对杨和霸新村88号楼的检测结果 记者注意到杨和霸的羊还写错了 多了三点水 检测结论是本次所试验的28号单装抗压极限承载满足设计要求 检测报告列出的建设单位是湖州丛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是浙江天河 兼里是湖州浩腾 施工单位是湖州城杰等 两大袋子材料中还包括建筑设计总说明的 材料太多工作人员一时无法找到哪份设计图纸上注明线条可以使用泡沫材料 现场记者也没有看到浚工验收报告 有没有那个浚工验收报告 就是上面有承接部门的签字什么之类的 这个是他们一组组织的验收的 那那份材料有没有 书面的 应该是有的 他在找来 现场找了许久 仍然没有找到相关材料 眼看太阳都快落山了 记者跟徐福镇长约好 等整改方案出来之后 再来报道 整改的方案 我们到时候有些地方再来 然后把这些材料都准备好 好的 108黄敬眼 记者报道